主席我們請何次長跟李署長 請何次長 李署長 委員長好 次長好 今天部長沒有 他今天身體不適 他今天沒有來 但是今天我們要討論分級醫療的議題 我記得我第一次跟部長碰到面 他還沒就任之前 第一次跟他碰到面 就是在分級醫療的研討會上面 那其實民間的團體 跟就是可能當時候的這個部長 其實那時候已經都有共識了 就是要推動分級醫療 就是可能我就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後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作重點 好 那今天我們看到這報告 就是之後呢 未經轉診就直接到醫學中心 來看診的部分 這部分負擔 這個政策是已經確定了嗎 還是還是剛剛就是署長你講的只是方向確定 當然就是說我們身為政務官我們一定是有想法的 那我們當然提出這個想法來跟社會溝通 就像上一次我們在公天會裡面也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東西一定有不同的想法啦 那今天就是說我們提出來只是我們內部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行 不過看看各位委員的意見我們都可以列入參考 好啊所以現在還沒有一個定案 還在討論當中 對因為這個並不是說出來就是一定確定就這個樣子啊 所以實施的日期也還沒有 對 所以不是明年就可以開始了 當然就是說假如大家都有共識的時候 當然本來就是我們在推行整個醫療改革的一個重要政策 假如如果得到社會的共識 我想就是我們會盡快能夠去執行 那什麼樣的時候你們就會確定 假如說看看社會就像委員 假如覺得說這很好啊 假如委員都一直在幫我們打臉的話 我們就知道這不好推動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好來今天其實站在我的立場上面 我是非常支持這個推動分級醫療的 因為我們要解決現在這個健保的一個問題 還有醫療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我個人是非常贊成的 那根據過往的一些民調 其實大部分的民眾也是都是支持這個分級醫療的推動的 好但是呢其實大家最理想的狀態 還是覺得說要回到健保法的第43條的第一項 最好還是用定律的方式 而不是現在的定額 但是這可能當中還是有一些困難啦 那包含的就是加一制度的一個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轉診制度要互相有一個配合 好但是問題是現在的轉診的誘因 非常少 那現在我們用一個就是 這個部分負擔的一個調整的方式來做一個配套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就我們現在的這個配套去調整這部分負擔喔 以健保署跟衛福部你們現在的評估喔 這樣的效果會不會顯著 我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任何一個調整 剛開始一定會有一定會有效果 但是效果持續多久恐怕是後續要觀察的部分 那你們拿來做檢視的這個目標的數字 是用什麼東西來檢視 我想任何調高在345調高為100塊錢 那一方面是考量說這個會對一些民眾 或者我們估算過去的345級的比例 那大概有多少會因為這樣子而不會到急診 我們經過包括區域醫院或者地區醫院的一個加強信任度 跟所有的一個家庭醫師照護制度 這樣子可以達到它的效果才估出這個額度 另外更重要一點說不要讓民眾認為說 加的一個負擔會造成他們很大的影響這樣子 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讓他有感的話 他還是會照著他以前的行為去做 那當然 好 來 我想要問的是 除了調整部分負擔之外 針對於這個分級醫療 我們這個轉整的部分還有什麼其他的配套嗎 目前是剛剛有特別在門診的部分說 如果你的那個上轉下 或者下轉上中間是不合理的 我們當然會調降他的所謂的費用 就是醫院本身的那個健保申請的費用 這部分我請署長再稍微說 好 來 署長 好 謝謝委員 我想就是說 的確就是在整個台灣的醫療結構 我想委員也知道 我們很多基層的醫療能力 事實上都從大醫院訓練出來的 他們本身都具有那個條件跟能力 但是問題就是說在這個現實的競爭裡面 當然醫學中心就是設備多 然後醫師人力多 就有它的優勢嘛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有時候醫學中心就是因為 這樣的病人在看的時候 也是一定不斷地在吸收病人 所以未來的話就是部長 次長剛剛今天有代表部長做報告 就是說我們對於壯大基層的部分 我們會投入很多那個資源 譬如說像跨錶 就是說有一些檢查 不一定只有在醫學中心可以做 假如基層它可以做的話 我們盡量提供它這樣一個資源 那這一部分 另外就是像加以整合群的建立的話 也都是我們需要努力的一個目標 好 來 次長跟署長 其實我們現在推動這個分級醫療 成效不張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同病不同酬 我相信兩位應該都很清楚這個問題 根據103年的資料 就一般的感冒來看 醫學中心它可以拿到的是 1386點 那區域醫院的話是1110點 那地區醫院是886點 那診所是450點 那所以呢 醫學中心它比區醫院 多拿了四分之一 那比地區醫院多拿了六成 那導致就是醫院它一直想要升級 升級更高級 能夠拿到更多的點數 那升級之後呢 它就反過來就是 來經營這個輕症的這個門診的病人 那其實這個問題我相信 衛福部都非常的清楚 大家都非常的知道 但是呢其實過去這樣的問題 一直都存在著 我想要問的是喔 這樣的問題是 你們認為說這是一個市場機制 所以不需要管 還是說 這當中有一些龐大的一個利益 所以不能管 是什麼的原因 各位說報告 基本上這個同病不同酬 如果在醫學中心看感冒的費用是比較高 那對於醫學中心來講 如果一直都是照顧感冒的病人 也會分散他本身照顧重症的一個能量 可是如果說你把它打成是同病同酬 那病人會不會覺得說 到醫學中心看感冒更便宜了 那我就是不是會特別去看 這個可能必須要去做一個考量 所以一刀是兩刃 要怎麼去完成這樣的部分是比較重要 那所以也曾經考慮說 是不是在醫學中心重症上面 他所有門診看輕症的幾副都是一個定額 我就給你那麼多 你剩下的我沒跟你剪 就這樣子 那叫鼓勵你反而去往重症住院家戶的一個照顧 也曾經考慮 所以其實不同的解決方式 在部裡面過去書裡面都有充分的考量 但每一個推出來的時候 關鍵都是碰到說 因為我們民眾就醫太方便 那有些錢他不計較的話 就會出現問題 但醫院來講 剛剛委員長特別提到 同病不同酬的部分 是不是利用其他給付的一個總理 總而的管制 我想這是我們未來要做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好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大家都知道 也覺得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今年度 如果記得沒有錯 其實很多的民眾跟我們反映 其實在鄉下 很多中大型的醫院他派車來 來這個鄉下來接病人 然後他派的是專車 然後掛號費他說他比照診所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很多的大醫院 中大型的醫院 他是這樣子在招攬生意的 那我不知道說衛福部這邊 你們對於這樣的一個行為的看法 到底是什麼 謝謝委員 我想這是很多時候 在不同層級的醫院經營的策略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那個 在大醫院醫學中心 他的幾戶比較高 一方面牽涉到 他的當然是說 支付標準不一樣 那其實在大醫院裡面 他的一些醫師在用藥開藥的部分 也都比較多 所以就造成整個醫療的支援的使用 就變成很多不必要的醫療浪會 可能就出現 那剛剛你提到就是去在於那個病人 這也是我一直在跟我們同事在溝通 就是說 其實這個說實在的 就是有時候很多病人變成說 固定三個月去做一次胃鏡 做一次超音波那個樣子 服務很好啊 但是問題就是很多醫療行為變成是不必要的 這我們醫師師那部分也都有在做研擬 怎麼樣會能夠讓這種行為不要 因為畢竟你假如是區醫院 就去跑這個東西的時候 對一些那個診所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是我到區醫院去 接受的那個醫療的給付會更多 那這樣的話問題還是永遠都沒解 好啦 因為這個問題 我想是還是要反映給衛福部知道 尤其在我們鄉下 其實我們常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 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行為 所以我希望衛福部能對於這樣的事情 多加去關注 如果有特殊的醫院 一直在從事這樣的行為 也要特別去了解一下 好那最後我要提醒的是 我們84年健保開辦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醫院有629家 那去年只剩下479間 那減少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區域醫院 他從568間 地區醫院不好意思 從568間減少到370間 就減少了三分之一喔 那這個醫療它變成一種產業 好 財團化大型化 然後往都會去集中 好但是呢 鄉下子這個醫院越來越少 好那民眾他如果要就醫 他必須到都會區去 好那財團他的確是賺到錢了 好但是民眾跟醫護人員都受害了 好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往大型的醫院去集中 好那醫護人員 我們一直在討論的他們的勞動條件 好那以及民眾他沒有辦法就進去就醫 好這些都是受害了 好所以這個問題喔我希望 接下來 衛福部跟健保署這邊 能夠用權力來解決這些問題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